三号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 您从哪里来 我从四川 从四川来是在药店中做管理工作对吗 对 现在工作忙不忙啊 有点没事 都有点忙 那今天来到这里听您的声音好小啊 是不是 有点感冒了 感冒 您是感冒呢还是紧张了呢 都有 这个声音挺动心 挺好听的就是 我就特别想问您一下 因为我最近特别累赶节目 一晚上嘴里边长六个溃疡突然 我现在说每一句话都是专心的疼啊 像这样的有啥药能给我治治吗 补点维生素吧 好 老师 就补点维生素 补点维生素 二号女嘉宾您好 你好王芳老师 张燕女士 是的 您想找个啥样的呀 我想找一个 对家庭比较有责任心的 好 那我这样问啊 平时呢王文念老师在 大家都说哎呀 我们想找王文念老师那样的 今天我们场上也有三位男士 第一位呢是 施钢老师 施钢老师属于呢 虽然长得不是最帅的 但是呢有才华 啊特别的踏实 而且呢对家对媳妇好 第二位呢是纳薇老师 我全有 哈哈哈哈 第三位呢是小黑 哎如果这三个类型的男士让您选择 您会选择哪一类作为自己的男朋友 那我就选择拉威老师了 哈哈哈哈 我就选拉威老师了 感觉踏实 第一号女嘉宾您好 您好王芳老师 春梅您好 您好 您从哪里来呀 我从内蒙古阿阳齐来的 不需要太远吧 您就是来自呼伦贝尔的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还是老问题 三位男士让您挑选自己的心仪的那一位 哪个类型您比较喜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喜欢王文念老师那种类型的 哈哈哈哈 来这就是请ABC您选择一下 他说我选D 哈哈哈哈 亲爱的那位老师 您这脸色好像不太好看呢 我觉得一号女嘉宾 哎 这跟王文念确实比不了 一号男嘉宾的安灯 我觉得二号女嘉宾 那个声音挺好听的 我这次来是想牵走一位男嘉宾 您是西北人吗 我是沙溪产志的 我是沙溪宝志的 二号男嘉宾您好 哎你好王黄老师 您这个性挺少的吧 特别的少 嗯但是好记呀 我觉得二号男嘉宾声音挺好听的 明先生您从哪里来 我从新疆石盒子来 哇哦那么远 你老江吧 老江对 哦是吗 对 您是一厘的是吧 一厘 一厘离石盒子远吗 是远 有一点激励 我想找个异地也可以的 今年王文念老师没来 你很高兴吧 王文念老师不在 也是一种遗憾 但是也很高兴 你为什么高兴啊 我高兴的是看到了 纳薇老师 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新疆老乡 这个嘉宾声音挺稳重的 您做什么职业 我是个体 我以前是自己开餐厅的 嗯 现在呢 现在没开了 现在休息着呢 休息着呢 嗯 就等着找对象呢 对 房子里面暖和呀 他闭着干嘛 好了呢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三号女嘉宾了 掌声有请三号女嘉宾 哇 大家好 你好 感觉不错 可以这个女嘉宾 长得挺漂亮的 好漂亮的衣服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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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们四川的那个民族服饰吗 不是 只是有一个舞蹈表演 也就是上场给我们跳一段舞蹈了 啊 本来是想唱首歌 但是这个嗓子好像唱得出来 肯定是唱得出来了 也就是能歌善舞 只是业余的 很业余 二号先生您好 我想说的这个女嘉宾挺漂亮的 穿的这个衣服挺有特色 哇 谢谢 但是吧 二号男嘉宾的那家吧 在遥远的新疆石盒子那里 很美的地方 你去过吗 没去过 你想去看看吗 有机会的话可以 我老家不是新疆人 我老家是重庆人 我17岁到新疆了 哇 重庆部里挨着四川嘛 太好了 那你先跳一段好吗 好 跳舞跳得挺好 跳得很优美的 像我们的嘉宾 非常好 谢谢你 是要换一件衣服吗 还是穿这个 换一件 二号先生您好 跳舞跳得挺好的 跳得挺有活腻的 我相信他平时唱歌唱得也不错 只是今天嗓子哑了 一号先生您好 您好王老师 您是在山西长治工作吗 还是就是那里的人 我也是长治的人 在长治工作 那您是一定要找一个 山西老乡吗 也不一定 收缘分吧 您经常看我们节目吗 经常看 您希望找一位什么样的呀 三号女嘉宾 咱们掌声有请 哇 好漂亮啊 比刚才更漂亮 很漂亮的旗袍 谢谢 是自己专门选的吗 选的 我也喜欢穿旗袍 其实不一样了 挺好看 也看着挺大发的 刚才你的老乡说了 说特别喜欢你的舞蹈 请问这身衣服怎么样 二号明先生 放完衣服以后 这个女嘉宾 比刚才更漂亮 更有活力 谢谢 她讲说更有魅力 对 您在那里做这个管理 是一个很大的药店吗 它是一个连锁的公司 我在一个门市 管理一个门市 那你们那儿 多少个员工啊 我们店上只有四个 生活中喜欢唱喜欢跳 对 我喜欢这样子的 什么时候变成单身的呀 17年 那也就刚刚 不到两年的时间 快两年 17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只能说 可能我们 在婚姻里面 都没有什么 经验相处的不好 还是 要有一点智慧 才能够经营好 一段婚姻 也说不清楚 谁对谁撤 但是 这两年哈 我自己总结我自己 在这段婚姻里面出的错 第一就是 捉太捉了 女人啊 可能我们要的就是她关注我一下 然后我就捉呗刷皮器啊 就说 要不然就分手啊 就这样捉呗 我就想你关注我一下 我们可能就好了 对吧 第二个原因 你服个软 是吧 对对 对我好一点 对 嗯 然后就是 有点连人 你必须得天天 把我记在心上 嗯 不管结婚多少年 嗯 他去外地上班的话 我就想 你天天给我打个电话呀 也好啊 嗯 要是好几天不打电话 为着女儿 嗯 为着 呃 这个家 嗯 然后自己就不懂得提升自己 然后离了婚以后 我就开始提升自己的价值 然后我现在就是 安全感也有了 以前没有安全感 人都是经过慢慢地成长 慢慢地在蜕变他自己 老是在找别人的原因的话 可能我下一段婚姻也 不会走得很好 嗯 还是先把自己的原因找到 以后在下一段感情当中 就避免这些问题出现 嗯 哎 我是这样想的 哇 这个女人太好了 这个 谢谢老婆老师 谢谢 是 我老婆从来就没有这么自己 检讨过他自己 咱俩一样 咱俩一样 是吧 对 GIP平了 是 对 我老婆从来都说我不好 我老婆也从来都说我不好 那位老师 你媳妇经常说你不好啊 不是 您都这么好了 不不 因为我们这个婚姻当中啊 生活当中啊 很少听了这女的说 她自己有问题 嗯 反正都是我们男的有问题 对 我们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时间长了 我们也觉得我们本身就是个问题 哈哈哈哈 但是我觉得 呃 女人其实只要一服软 嗯 这男的这心刷一下就完了 对 哦 是吗 是 那男的就你看 比如有时候把我气口下 那你别生气了 那我给你做饭去 哎呦 一下子就 没事了 一点事没有了 对 她说你等着 你做饭去 我现在马上出门 我给你挣钱去 哈哈哈哈哈哈 就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啊 谁要是能娶着她 我不会能幸福的一塌糊涂 是 对 谢谢那位老师的提言 对 你想 她知道失去的什么情况 她自己也有自信了 也有工作 也成熟了 还提升了 还提升了 把自己调整好了 对 我想插一句啊 那位老师哪句话 让你感动了呀 差点眼泪都流出来 是吗 我看不见她主要是 嗯 她就说 她说我下一段 可能会做的很好 我希望如此 谢谢那位老师的提言 我跟你讲 你下一段 一定是幸福的一塌糊涂 哈哈哈 谢谢 哎 我想知道你有孩子吗 有女儿 多大了 16 16岁 现在跟着你吗 没有 啊 离婚的时候 我房子车子我都没有 啊 包括女儿 而当时有一句话是 嗯 很让我伤心的 就说嗯 妈妈我跟着你 嗯 你说 她说我想跟着你 但是你养不起我 嗯 嗯 女儿这么说啊 嗯 对 我当时的工资很低 呃 然后当时我女儿一年的开销 就是我整个的 整个的收入 她上学的开销 我不吃不喝 才能供得起 她上学 然后她就跟着爸爸 这是现在挺好的 我觉得 女儿挺懂事 现在她跟妈妈联系多吗 联系多 就是放假 啊 星期六都来 太好了 二号先生在按灯 二号先生您好 我的孩子也是16了 哦 男孩女孩啊 我是个儿子 哎呦这家有儿女 就是说你们这日子呢吧 那你们俩要在一起的话 你们两个孩子 可以结伴一块出去玩了 是吧 可以相互了解一下 那此时此刻就要问我们的 一号二号男嘉宾了 哪位愿意出来见一下 这位非常优秀的 三号女嘉宾请按灯 二号急了 二号急了 二号先生特别想见你 你老乡要不要见一下 见 掌声有请二号男嘉宾 嗨您好 好 大家好 我觉得二号嘉宾长得挺好的 还比我睡 欢迎您 好 我欢迎您 你好 这是我们的女嘉宾 我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女嘉宾性格太好了 嗯 我看见了 你会不会觉得 哎呀我今天来对了 有些感觉 不管我从那么遥远的地方赶来 那接下来呢 我来采访一下她 您休息一下这里 先生从石盒子来 石盒子那里 我没有去过啊 但他们说很美是吗 很美 欢迎你到我们石盒子去 那我要去的话 就得到您家唱饭了 那绝对的 我一直开餐厅的嘛 随便吃 哦 你原来开餐厅的呀 您会做吗 我会做呀 啊 拿手菜是什么菜呀 嗯 基本上川菜 粤菜 新疆菜 都会吧 湾菜 湾菜 因为我四川人嘛 肯定拿手的是川菜 你会做饭是吧 我就是厨师 我47岁 从我们四川到新疆 然后在新疆 学的厨师 嗯 一号女嘉宾在按灯 一号女士您好 拿一号长得不错 拿二号 拿二号 她说错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啊 哎呀 二号女嘉宾也在按灯 我觉得二号嘉宾 挺优秀的一个厨师 挺挺成功的一位男士 二号女嘉宾你关注一下我 你看看这 这是你你做的吗 快看一下 哦 啊对对对 麻婆豆腐 这不都是你们四川的菜吗 对 我的口水要掉出来了 嗯 做得不错啊 挺好的 绝对是一级厨师水平啊 哎 王芳是这样 男人最重的一点 你会做饭啊 哦 这个对女人的用户力极大 我经常在家做饭 对这个做饭也挺有讲究的 一号先生在按灯 一号先生您好 我说二号女嘉宾不错啊 不然关注一下 嗯 我想了解 现在你没想到吧 一出来这么多女嘉宾问你亮灯 嗯 没有想到 嗯 为什么这两年没有开店 跟太太离开有关系吧 嗯 对 当时太太是突然离开的吗 嗯 哎呀 也不是说突然离开的 我们当时 在 08年的时候就 她就有这个心脏病 嗯 但是在我们当地检查出来以后呢 嗯 嗯 就是说吃药保守治疗 嗯 我们的老乡妈都说 哎呀你到成都去 29号的那天早上 我给她买的稀饭 买的磨磨 吃完以后她就说 她说我上不来去 然后 我就去赶快去找医生 医生 找过来以后一听 说的得赶快送到抢救室去 送到那个CEO去 嗯 我们从13的到3的 然后从这个病床 放到这个抢救室这个床 就明了 嗯 就过去了 嗯 天哪 就是没有没有过程 没有 你根本就没有心理准备 没有 她也不是说病的不行了 你有心理准备 没有 所以就能理解她 为什么一出场以后那种 对 心情啊 但是先生我觉得事情已经发生了啊 我也特别同情您 也非常的同情您的爱人 今天呢来到这里 咱们往前看 好不好 对啊 刚才突然那么多人给你亮灯 一号男嘉宾坐不住了 哈哈 有点着急 哈哈哈 你说 她比我优秀 哦是吗 会这话说的 我们这一会儿谈 焦虑的那段 那可不一定 那也许在我们 我们的女嘉宾心里你最优秀呢 那我想问一下女嘉宾啊 如果你跟这位先生走在一起了 他要回家开 饭馆饭店 因为你看到他手艺很好 你有可能跟他去吗 可以 可以 哎呀 他有一个16岁的儿子 如果说你跟他真的是情投意合 你愿意帮他带一带吗 我的儿子不用带 嗯 我的儿子特别的毒你 嗯 这不替你说一下吗 这不就是给你说一下 帮你在试探的 我帮你试探一下 你这也太实诚了 我就是个实诚的人 嗯 先生会唱歌吗 我不会唱歌 新疆舞呢 我17岁到新疆 下完乌鲁木齐火车以后 两眼一抹黑 不知道东南西北 因为家里面很穷 没有钱嘛 为什么学的厨师 因为我当时 在垃圾箱里面捡饭吃 被一个东北的一个人 一个老板把我收留了 他把我看见了 然后他把我叫进去了 他说你在这给我干 给我干活 行不行 我说行 天亮了 叫里面的一个小伙子 给了五毛钱 让我去洗了个澡 给我换了一身衣服 我就在他那里面干活 干了三年 在那里面学了个厨师 啊 所以这样的一种经历啊 我就能理解你 所以像我们 什么唱歌跳舞 不是说我们没有那个爱好 我们没有那个时间 二号女士您好 您说 你好男嘉宾 对你的这段经历 对我很很心心里很难受的 也对你的那种经历也很 很心头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 呃怎么样表达 但是我学过做菜也比较喜欢做菜 我想跟男嘉宾一起 呃走向幸福吧 哎呦我天呐 哈哈哈哎 不是不是等我等我 已经有人跟你表达了 你不是乱吗 哈哈哈 所以说啊 节目没到最后一直有悬念啊 哎我我总结一下啊 这个男人优秀 嗯 没有斜的歪的 对 而且呢 他的这个人生的轨迹 相对来说干净 嗯 非常感男人要干净 男人的轨迹要干净 不怕大起大落 但是要简单要干净 他是这样 第二个 他是 吃过苦的人 对 而且他待的环境很单纯 嗯 而且他是一个有手艺的人 他年龄也成熟 孩子也没有负担 什么时候咱也饿不着 对不对 我觉得这种男人 他是 合适 非常好 我小的时候就觉得 其实挺艰难的 但是听了他那种东西 我觉得我自己好幸福 真的 你像一个人举目无亲呀 下了火车赞 声无分文 这样一个经历的情况下 被一个人给收留了 他一定满满的感恩的情怀 对 是真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被人收留以后 慢慢生活走起来 他身上是有感恩的 我认为男人具有感恩情怀 是一个非常了无奇的品质 他会对人好 那咱得问一句啊 你抽烟吗 我不抽烟不喝酒 不都不 我问你个问题 要跟你做 你怎么办呀 就闹你怎么怎么 你怎么都是错的 怎么就错就错吧 跟你黏 就沾着你不放怎么办呢 那黏着呢 黏着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好你嘉宾暗灯 一号女士您好 文发老师您好啊您说 我也挺喜欢男嘉宾 很厉害呀 二号女士您说 你好男嘉宾 我挺欣赏你的 但是现在选择按推测 就只能三号选 你别着急呀 咱接下来他们俩得先聊聊呀 先生你想到你一来以后 我们就很少有这样 三个女嘉宾喜欢一位男嘉宾 哎我心里很激动 哈哈哈哈 一号男嘉宾的暗灯 一号先生您好 我关注一下二号女嘉宾 急了急了 急了 急了 我跟你讲 今天最可怜的是一号男嘉宾 哈哈哈哈 二号女嘉宾您好 你好你好王冯老师 一号男嘉宾给你送播菜 你收到了吗 收到了谢谢 但是你还是要坚定的 认为二号也不错吗 是的 我觉得二号挺不错了 哈哈哈哈 哎 你估计一会儿 一号大哥会不会揍你一顿的 哈哈 不费的 因为我要带走也只能带走一顿 哈哈哈哈 哎呦哎 这这不错这个 你看 像这个一面子就二页 还得慢慢地处 这男都可以 对这位先生 他真的是很幽默啊 来先生您请坐这里 好好聊好好聊啊 哈哈哈哈 接下来进入心动指数环节 男女嘉宾手中 有加减分按键 通过提问 满意加分 不满意则减分 我不会做饭 你介意不 我不介意 我会做饭 有一个做饭就可以了 哎 哎呀不满意 因为我也喜欢做饭 要可以一起做呀 是啊 我觉得两个一起做 更好玩是吧 我的缺点太多 我感觉我配不上你 你不吃烟不喝酒是吧 我不抽烟不喝酒 你愿意到我们新疆十何日去生活吗 啊 如果两个人啊 活得来的话 走到哪里都可以 父母都还好吧 我父母在重庆 我的母亲纪念去世了 我父亲还在 两个人能够有共同的思想 有共同的理想才行 这是我最 这是我最想 最希望要的 以后你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小事情有商有量 大事情至少都是要有两个家庭 坐在一起 商量一件 商量这个事情 如果说将来咱们走到一起 你愿意把你的孩子啊 这个家庭整个愿意搬到我那去吗 还是我的家庭搬到你那来 这个没考虑过 因为孩子的话 不可能说签就签的哈 这个应该是有一定的难度 你的孩子上 高中 高一 嗯高一 我的孩子也上高一 现在你们那边可能发展还会好一些 没啥问 没啥说的 一号女嘉宾 他俩要是不成功的话 我可以再选 他俩 我喜欢他俩成功 好 二号女嘉宾你好 对二号男嘉宾挺好的 想争取吧 想争取一下 哎呀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彼此的分数是什么样的 来两位请到前面来 哎先生你是不是现在心里特乱呀 乱 我从来没上过这样的舞台 嗯 我不喜欢 心神不定 有点毛动的心力 请准备 五 四 三 二 一 啊 来两位 呃 女士为什么没有转身啊 啊 可能 我们的啊 想想法啊那些肯定还有一定的差距 那您为什么没转身啊 还想等二号 感觉吧 不是 嗯 好吧 那非常理解 我们先掌声欢送一下 三号女嘉宾再见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紧张的现在路也不会走了 你好你好来这里这里 呃 有点紧张吧 特别紧张 他有点紧张有点面甸 这位女嘉宾从哪里来 内蒙古阿云齐 是呼伦贝尔那边吗 是的 呼伦贝尔人都会唱歌吧 嗯 我不会唱 都会跳舞吧 我不会跳舞 哈哈哈哈 那您会干嘛呢 因为我就上班没有时间去搞这些活动 哦 那您今天来您是很怕我吗 我不怕 觉得特别紧张 我看出来你特别紧张了 你能面朝我一点点吗 都在给您鼓励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你现在来我们门当户队 每个人都必须跳个舞 我不会跳 太紧张了 那个诗刚老师带你跳一个吧 不行不行 你没机会了 诗老师 他今天一天就想跟你嘉宾跳个舞 不不不 太紧张了 哈哈哈哈一伙一伙被闹出什么问题来着紧张都不是一般的紧张你知道吗 不是 眼你看过我们节目吗 看过有时间就看 你这见了我以后你觉得我是不是比那个镜头里稍微难看一点啊 你方方老师特别漂亮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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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是吗 嗯 那你还不多看我两眼一直这样看我 哈哈哈 要不我努力跳个舞啊 不行不行 我太紧张害怕了 还怕 嗯 他老师你还不跳舞 要不我拉着你走一圈 哈哈哈 来来来来放松放松 你不要紧张啊 哈哈哈 放松 哎 你手能不抖吗 哈哈哈 轻点抓我 轻点抓我啊 来放音乐 Music 咱们不按王文殿那么多咱就溜弯 你看你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节目吗 嗯 其实有很多的嘉宾呢都在这看着你啊 这个是二号 文嘉宾 这是一号 文嘉宾 哈哈哈 好点了吗 哈哈哈 好点了 有点紧张 太可爱了 什么时候变成单身的呀 啊 出柜了 我的好朋友 啊 是您的好朋友啊 嗯 那他们认识多少年了呀 他们运势就是几个月吧 请震惊对吧 嗯 很震惊就是没想到他俩能在一起 那现在他们还在一起吗 嗯 他俩就是过了 嗯 六个月吧 后来又分开了 分开了都想回各自的家庭 各自家庭都没收留收留不了 前夫跟你提的离婚吗 不是是我起诉的 那当时他想离吗 当时不想离 你怎么发现他们有问题的呀 我妈春天有病了 给我打电话 让我回来去领她去看病 28天 后来我回来了 从医院回来了 我一推开我家的门 我就觉得我俩完了 她在那个床上一动 没动 连伤都没指 她也承认了 承认了 承认了 肯定好伤心啊 等于是双重背叛 恨之肉骨 这个出轨这个 真的我最不幸运 所以我真是觉得很不容易啊 但是你放心 今天来我们这里了 我想此时此刻电视机前有很多观众朋友 都希望能够喜欢你 对不对啊 我也希望你在这能找到另一半好吗 好的 那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喜欢她的话 请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期待着好消息好不好 好 好吧 那咱们回到房间中再见 祝他幸福 观众朋友们又是有喜欢我的 可以跟门党附队联系一下 你要选择 您可以选择一位剑 选择二号 确认吗 为什么 感觉吧 你选了二号了 出来咱们看看观察观察这个 有一个缘分没有 掌声有请二号女嘉宾 好洋气啊 大家好 你好 还可以这个二号女嘉宾 欢迎你啊 您好 您好您好 这位是我们的二号男嘉宾 这个二号女嘉宾比较成熟 很漂亮的衣服 专门买的 你是不是在试的时候说 哎呀 我就要穿上他去见我的王子了 是的 从哪里来 我是 祖籍是四川的 对 也是四川的 所以 听到我男二号是四川的 我觉得挺好的 对 您现在在哪里生活 在宝基 陕西宝基 陕西宝基 那其实离的也不是特别远 是吧 是的 先生 见到我们二号女嘉宾 什么感觉啊 挺有点跳 来挺有点跳 谢谢 那个在您坐那慢慢跳 哈哈 现在在做什么职业 我目前没有上班了 为什么 在等着人的饭馆开呢 是吗 是 哈哈哈 你学过做饭是吗 是的 我也比较中意 呃 做菜 嗯 你以前做什么职业呀 以前做过很多 嗯 也开过饭馆 开过饭馆 三国班 嗯 做过食堂 开过食堂 什么的都有 开过食堂 嗯 这食堂跟饭馆差不多吧 对 嗯 饭馆 哇 这是他做的饭 哎呀 而且两个人都爱吃辣椒啊 我看出来了 四川人就是的 哎呦 太漂亮了 我这中午没吃饭 我现在饿得要命啊 哈哈 哎呦 不错不错非常好 对 家常菜 嗯 看见有思域 刚才我觉得他们俩没转身 我特遗憾 但这位女士出来 我觉得哎 也许这是对的 如果他们两个结合的话 这在事业上 嗯 过日子嘛 至少这个日子能过 嗯 一个主后 一个主前 嗯 我觉得这个至少 是事业上可以 而且老家都是四川 有共同语言 嗯 呃 我觉得这个是是是是 这两点是非常合适的 嗯 所以 这位女士今天 勇敢的出来 是非常正确的啊 谢谢 您的孩子出来了 呃 我孩子二四三嘛 也不用你操心了 对 是不是你想去哪里生活都可以啊 呃是的 呃什么时候单身的呀 单身可能有七八年了吧 嗯 感情不合适吧 他有些大男子主义 嗯 嗯 好像觉得不太放心我似的 就这种的 嗯 不放心你老查你是吗 是 有时候来个未接电话 他就会问你这是谁的 这是谁的 嗯 所以你回答了之后呢 嗯 我说我不知道 他也觉得不相信 嗯 那他这样打回去好了 是啊 有时候打回去 但是 嗯 他就比较反感 但是我说我也没办法 因为那 未接电话 我也不知道是谁的呀 他想几声 就不停了 嗯 所以 所以说老师 因为这些事情 嗯 扯金吧 那是不是因为他特喜欢你啊 嗯 嗯 是的 有喜欢我 但是 有些觉得太过了 嗯 但是有时候呢 觉得他 嗯 比较那个 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 就是 嗯 有点小心眼 太紧张了 对 有点小心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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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相处 就收敛一下 结婚十几年 比较 就是爱打人吧 反正 反正我就说是已经嫁给他了 你你都不心疼 我又 我也就不心疼自己 嗯 我也从来也没有还过手啊 什么的 嗯 所以 到了女儿大了 一直大了 以后 再出现这种情况 我 我妈妈 我姐姐都说 主张我离婚 啊 就有 动手了 这肯定是不行的 嗯 这个以前我说过 只要动手打女人的 人 男人 就不是真正的男人 啊 真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 男女有别 第一个别 就体现在体力上 嗯 那么男性用这种体力 这种打人的方式解决问题 那显然就出了大问题了 嗯 所以这是一 其二呢 动手打人的人 男士自律够不上 行为自控能力达不上 容易出问题 嗯 嗯 其三 从心里面来讲 就是说 不是真正心疼这个人 爱这个人 才会打人 对 你说的太对了 如果 你都想去打这个女人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她生活在一起呢 嗯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 就是老师讲的是对的 男人再怎么样 是不能够伤害女人的 对 其实任何人都不能去伤害 嗯 有什么事情就解决嘛 对啊 解决不了就离开 这是我的想法 你觉得有什么爱好吗 做饭 哦 做饭 还有呢 嗯 一般都没有啥 学过一段时间的跳舞 但是 嗯 也半途而废了 好像没有那种天赋吧 徐老师我多么希望给你找个机会 让你展示一下你的交易舞 没人会跳 没人会跳 有机会 唱歌呢 唱歌也不好听 嗯 对 人家说 你抽烟喝酒吗 不得不得 哦 对 打麻将吗 打麻将也很少了 嗯 以前打过 嗯 嗯 所以现在呢就是想找个男朋友 哎 你为什么对他印象不错 你跟我说说 感到他很实在 而且比较 嗯 就是很强大的嘛 啊 对生活也充满了那种积极向上的 但他有一个儿子刚16岁 哦 这都还可以接受 因为我女儿也已经大了 嗯 愿意帮助他 是 照顾孩子 虽然他说不用照顾 对 但那我们那我们多少也要表示 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那将来孩子呢 比如说你俩在一起 孩子将来要结婚 要成家 这做父亲的妈妈也不在了 肯定要管很多 是的 是的 你同意吗 同意的 那是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那必须做到一个母亲的责任 对 哎呦 现在你听到这最后那句话了吗 对了 他说如果两个人在一起 我一定要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哎呀 挺感动啊 我说这个女的脾气还可以 接下来进入心动指数环节 男女嘉宾手中有加减分案件 通过提问满意加分 不满意则减分 如果说成了以后 我们你愿意到新疆去吗 嗯 可以的 我都希望以后 如果在一起的话 以后都互相坦诚 互相帮容 您提问亲爱的 哈哈哈 哈哈哈 他俩已经度过提问这个阶段 哈哈哈 他们俩已经直接开始谈恋爱了 交流沟通现在开始 对已经开始谈上了 嗯 男女双方 呃分钱的这个财产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想法的 过日子吧 就好像都应该坦诚的 没有什么想法 你怎么去对待老人的 那肯定是要相当的去尊重 孝敬 生我们 生了我们 养了我们 我们要一不容辞的去好好地孝敬他们 在他们年老的时候 不管是女方的 还是我自己的 我也是这样赞同的 哈 已经多少年了我想问厨师这个行业 快三十年了 哦好的 这行业挺辛苦的 哈哈哈 后面半句没说这行业挺辛苦的 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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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问先生一个问题啊 先生假如你谈恋爱 这女朋友或者是以后的媳妇生气了 你打算怎么办 生气了怎么办 嗯 我应该先出去走一走 然后再回来 哈哈哈 哈哈哈 这完蛋了 哈哈哈 他生气了你出去走走 回来了怎么办 回来他不去就消了吗 时间还没消怎么办 哈哈哈 我发现十个男人会九个这样处理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位老师你媳妇要生气一般你怎么做 必须哄 哎 必须把这装过了 啊 我才有心思去干别的事 一般怎么哄啊 呃 第一个呢就是关心 解释 哎呀我错了啊 哎这也没用 你越这么说女的越生气 好 哎你反正那会要批评她 嗯 哎反正要要批评她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这样你这你是对你 你这叫哄媳妇吗 你你你不能这样 你你这样的话你是我无所谓 对不对 你气坏身子这家怎么办呢 哎 哈哈哈 嗯 我觉得这就是你这个家是女人的 女人高兴 家就是晴天 女人不高兴 这家就是阴天 哎呦你这话总结的 这黄浏师 你这个一刚老师 那从心理学专家 您又是情感专家说 这女人生气的时候该怎么办 以前我们家也有个规矩 我也是走 但走出去商量好了 离我们家有五十米就有一棵树 我说我最多就走到树那儿就回来了 哈哈 他那一道树那干嘛 我说我从树说两句话我就回来了 哈哈哈 现在 跟那个纳维老师说的一样 现在他只要一生气我我向你说 我就说哎媳妇子 我哪又惹你不高兴了 你讲我立马改 你再一秒钟不要 你说完我就改了 那就乐了 这样效果好吗 很好 我发现哄还很管事 嗯 一定得哄 对 就是媳妇 你说我哪错了 对 马上就改 对 这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 那你要再问一下 如果你们俩在一起 女朋友生气了 你怎么办 哄了 怎么哄 哄了她高兴 她怎么开心怎么哄 哎呀 太好了 这回答你满意吗 挺满意的 哄一下就好了 其实女人 很好哄的 哎呀 直接给你加成了满分 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 肯定会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比如说在这个磨合的过程中 你发现有一些 性格上的问题 你是准备立刻逃走呢 还是准备 呃调整自己也调整他 首先两个人 呃有吵嘴的时候 或者是有分气的时候 首先要反省自己 找到自己的错误 然后再慢慢地给他说 看人家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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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满分啊 我的天啊 哎呀 我得有点紧张了啊 来两位请到前面来 他们有戏啊 应该 我习惯他俩的成功 两人是否愿意更多交流一下 让我们一起来倒数 五五四三二一 先生你确认你的选择吗 好 来两位到这里来 哎呀 到这里来 哎呀 女士为你转身 为什么没有转身啊 还是有点感觉 必须要给这位女嘉宾点赞 嗯 非常的勇敢 非常的温柔 非常的有魅力的一位女士啊 那我们先送一下二号男嘉宾 再见 先生 如果有喜欢 如果愿意请按灯 哎呀 哎呀 你好先生 你想好了吗 想好了 您对 觉得这个女嘉宾不错 对吗 可以 可以还是不错 不错呀 不错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 你看总有欣赏咱的 是不是啊 掌声有请一号男嘉宾 观众同志们大家好 个儿也高啊 那儿挺高 长得还一般吧 您好先生 你好你好 这是我们的女嘉宾 我觉得这个女的 不可能和这个男士牵手 先生您做物业管理的 对 有没有遇到那种不讲理的人呢 经常是 就哪个物业他也要遇到这个有不讲理的 但是你怎么处理呢 这个对待不同的业主有不同的办法 嗯 从我个人角度来看 其实我搞物业 其实就是个广家 实际上就是个保姆事的 嗯 有耐心的 去跟着多方面的去沟通去 嗯 您这个食指是怎么了 我这是在小时候 嗯 搞这个助攻的时候给压了 哎呀真是可惜 不过不影响什么吧 不影响直到十七八年了啊 不影响不影响正常生活 你看 我觉得您性格特别好啊 其实我 比较开朗 实际我也比较内心的人 哈哈哈哈 你 你 你 传统一点 我没有什么爱好 嗯 就是喜欢抽烟 你这个叫什么不良嗜好 没有爱好 有一个不良嗜好 对 哈哈哈 那你赶紧改呀 如果说你找了个对象 媳妇说你得改怎么办 改也得慢慢来 一下都改不掉哈 嗯 慢慢来 慢慢来 那准备改吗 改 哎对准备改哈 又这您做的呀 对 喝今天这嘉宾 都是好手艺啊 你别说这我都做不出来 您自己做饭吗 平时啊 我每天自个儿做 其实我从部队 淡兵就这个做饭的 哦 您在部队待过 对 这个部队待过的人啊 其实特别好 您先休息一下好吗 这里 嗯 嗯 在部队待了几年呀 待了三年 嗯 待了三年 后来就一直在工作 就是因为家里 也是出现点事吧 回来了 本身是两队领导 不然回来了 嗯 您肯定属于那种 在工作单位 特别受欢迎的人吧 其实我干工作 就到现在为止 我特别认真的一个人 嗯 我什么事情 我非得弄个一清二楚 实在这个男嘉宾也实在 什么时候变成单身的呀 第一段 我二十七年多一点吧 那怎么还给离了呢 因为我当时 从部队回来 是两队封居 嗯 我回来那会儿 是没逛工作 离家又远一点 嗯 有时候一个月 两月不回来一次 嗯 家从家里跟这个父母产生矛盾了 就是您的爱人和你的父母 对对对 产生矛盾了 其实我第二段婚姻 正儿本年生活在一起 只有三个月 嗯 因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他带着个儿子 因为他也要结婚 儿子要结婚 对 我们俩没结婚 以前说得很好 他结婚时 我跟他帮忙出点钱 嗯 帮助他成个家 实际上最后就不一样了 他这个儿子 由我买房呀 由我买车呀 弄得我骑虎难下 我又怕我的儿子生气 嗯 所以说 种种原因吧 又跟我家儿子吵了一架 嗯 他跟你家儿子吵了 对 他两个儿子打了一架 为什么呀 他想要我家儿子房子 啊 就是我家儿子结婚的时候 给他买一套房 嗯 现在我家儿子哄得也不错 人家买了个大的 嗯 他就想要这个 可是我当初结婚的时候 把这个房子给了儿子 我不能再要回来 对呀 儿子同意 你儿媳妇也不同意 对 所以就是产生这种 动动过不下去 那你没跟你这个第二任太太讲讲 这怎么可以呢 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每个人的心态 每个人的思想法不同 就是让我给他帮忙 娶媳妇弄房子的感觉一样 嗯 拿我当提款机 嗯 感觉一样 所以心里不舒服了 不舒服 其实我对这道公园 我比较伤心的 就是什么呢 虽然我最后也是扔了十几万块钱 但是我 因为产生很多矛盾 最后我弄得乌卡收拾 嗯 最后的是孩子一直在劝我放弃吧 扔就扔了 钱你还年纪还能挣 嗯 其实朋友都也说 也劝 就这样放弃了 非常的让人心疼啊 这位先生 其实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啊 最杀人 嗯 真的 你要跟莫生人去打了一架 吵一架 那个过后就忘了 嗯 这个感情这个东西特别杀人 嗯 我不知道别人 都尤其对我来说 经历这第二次婚姻 好像再往前走 比较害怕 嗯 真的很谨慎 但是我家儿子经常说我 你必须找 因为我要天天在外边跑 对 你看年轻 趁早找一个 嗯 所以这块就回过来了 特别理解这位大哥啊 为什么特别理解 对于两段情感 都不是他们本身的婚姻 他们的情感 出了多大的问题 导致的分手 嗯 第一段是因为跟老人处不来 由于他长年不在家 这个润滑剂又不在了 到最后可能没有办法 就离开了 第二段婚姻 肯定是奔着幸福去的 嗯 可能找一个对得来的各方面 结果你看 又因为下面的儿子的事情 等于两段婚姻 一个因为老人 一个因为儿子 都是他们自己的情感出了问题 嗯 所以他说他现在对感情 其实有一些忌惮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等于说两段当中 他都是真心付出 结果没落到好 害怕的感觉 对对对 特别能够理解啊 所以 其实一看就是一个好人 像这种第二次婚姻 相对来说 太难了 呃 几乎跟浪漫 没什么关系 嗯 确切说是一种公式性的情感 呃 双方父母 左右中年人的婚姻 太难太难了 是 所以呢我觉得呢 在这儿呢 只要您勇于站在这儿 只要您去追求 这至少咱对得起咱们自己 对 那心态是个关键问题 嗯 二红高头一次不一样 这个性态 性态犯不好 不去另外去 就重新去考虑他 对待他 就再好的男女也过不到一块 对 所以咱们要开始新生活 找到更适合您的 是不是啊 哎呀 接下来进入心动指数环节 男女嘉宾手中有加减分案件 通过提问 满意加分 不满意则减分 我想问女嘉宾 对待这个二红家庭 是什么看法 我也不知道该咋说了 真的还不知道 对待这个双方子女吧 以心戴心的 这样戴就行 喝酒吗 不喝酒 就再抽烟 哦 希望你少抽 少吸点烟啊 谢谢 你喜欢动物吗 也喜欢 但是不希望去养 但是怎么对待 另一半的 一定要互相忠重 互相理解 不要去伤害对方 有什么不痛快 说不个事 先犯一犯 愿意来我们沙西生活吗 我还考虑考虑吧 我没什么 王老师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彼此的分数是什么样的 有点悬 如果说投缘的话 那就好好相处 两位 是否愿意跟对方继续交流一下 如果愿意呢 请在我倒数五四三二一之后 向后转 请准备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好 两位到我身边来 感觉还是有点缘分 缘分不够 女士也是这样觉着的 是的 那咱们继续加油 好不好 让我们掌声欢送一下 二号女嘉宾 这边 如果有喜欢她的 请过打我们节目的热心电话